观众朋友就在今天晚上 大家骂要起驾了 还没出发 就先斩雨神的雨水神迹了 大家看到这几天的雨水 感受到了吗 今天晚上社长告诉我们 说到神迹 这一位从出生到往生火化 一路传奇 一生传奇的藏传佛教 十六世法王格玛巴 他预告轮回转世 接棒他的人会跟他长得很像 没想到真的发生了 仿佛复刻他的五官跟身体一般 这个太神奇了 是 静相 妈祖落尽 全民疯狂 为什么台湾的信众 这么多喜爱妈祖呢 因为妈祖的显灵的神迹 大家都知道 很多大家 每一个人几乎可以讲个两三者 都没问题吧 是 那我们讲说神迹 在台湾我们讲神迹 其实在藏传佛教里面 他们叫大神通 大神通 对 大神通不一定最上面那个神才会有 你高僧 活佛 活佛也是一样 可以透过先天的传承跟后天的修行 变成大神通 那我今天要讲的这一位 电视上从来没有人讲过 叫第十六四法王可马八 对 第十六四法王可马八是1924年生的 1981往生 现在这一位法王是17世 那这位十六四法王 他是 有人问我说 这个法王跟达赖拿妈 谁大 谁高 有什么不同 其实很简单的一句话 西藏佛教里面有不同的派别 他是克己派的领袖 达赖拿妈是格鲁派的领袖 有不同派系 但都是藏传佛教底下 重视的东西也不同 为什么说这第十六四可马八 这个法王 他是有人封他为西藏 藏传佛教千古第一神通 一千年来 因为这个 刚才讲 克己派传整的一千多人 从十一世纪开始到现在 为什么第一神通 因为这个克己派 他们就特别重视 重视这个所谓修行神通大法 还有包括我们讲的那个大手印 你看这位 大圆满 大手印 对 这个第十六四法王 你看他手笔的大手印 另外这边这个影像比较模糊 就在修行神通的时候 他们手上必须拿一个东西 我今天特别带来了 你带来这个是什么法器 这种收藏了一个古董 其实西藏来的 叫金刚柱 金刚柱他做得相当精致 这个有点连带 这个要把它打开 外面这个其实像箭鞘的鞘一样 对 这边有三支民众 然后你看这边 他这边要打开 像箭要拔出来 你把它打开 这把那个明王柱 其实是在这里面 是 在这里面 你看 箭像 你可以如果拿一下 你稍微拿一下 它重量很重 它不是铜的 很沉 这个很沉 因为它这边 这个明王柱 旁边这三片铁 它不会生锈 它放夜酒还是一样 乌黑光亮 这你西藏带回来的 对 它是那个天铁做的 天铁做的 所以他们注重这种修行 所以需要这种明王尺 来扶持跟加持 OK 那它如何说 它是千古第一神通 我们讲它出生到老 它出生的时候 出生的时候 当时在刚才讲1924出生 1924出生的时候 当时天啊 天有异象 我们讲说一般火火转世的时候 天有彩虹 那彩虹是基本的 它还有什么 还有天 当天是晴天 对 天空淫于便 隐隐离声作响 一直离声 但没有下以来 还有当时很多信众 当时很多信众 看到他出生的时候 天上降了一个银梯 那个绳梯 绳梯是两条绳子 像一个阶梯 一个阶梯了 从云端就这么样纯穿下来 那这个云梯其实是什么 这是我们讲说 一般人讲神梯 其实在藏传佛教里面 他们叫备业金 备业金是古代西藏佛教 藏传佛教里面 他们那种佛金 用那个贝多罗素的树叶 下去写的 然后这个树叶 你看他们有打孔 用绳子穿过去 银拉起来一串 就其实是像神梯一样 因为他带着佛金下下凡 要辅度众生 要抛养佛法的 好 这第一个 第二个他母亲 帮他伸下来的时候 其实这个孩子 伸的时候 先有异象 就觉得心里 这个孩子也有可能有佛炎 后来要帮他洗澡的时候 他母亲放水 对 放水 结果那个水 经过刚才那一个折腾 打雷 打雷 彩虹 看了以后 他的衣缸里面的水 变成什么 变成牛奶 变牛奶啊 清澈的水怎么会变牛奶 对 这是他出生的第一个传奇 清水变牛奶 不可思议 那我们说这出生嘛 然后他如果第一宫 我们讲说第一神通 如果这样 那就不叫第一神通 当时他后来过世 在1981在在美国 美国过世 美国过世的时候 他送回印度西津火化 印度西津 因为他1959逃出西藏 那在1981的时候 在印度西津火化 当时在研究火化的时候 他的信徒跟地址 帮他盖了一个火塔 要火化他的大体 底下用了七层的那个木头 木头做成檀层要火化嘛 结果一烧 烧他一起烧了七天七月 神机第一个显现 比变成清水变牛奶 还厉害呢 当时烧的时候 烧完了七天 就变成灰了嘛 变成灰 他的一个大地址 拿了两个盘子 要去捡看 有没有色粒子 结果一靠近这个火灰的时候 火灰里面好像有东西在跳动 啪啪啪啪 他一看不得了 心脏 法王的心脏没有烧化 心脏是很软的一块肉而已 对 这个心脏 其实在现在这个越南 还有一个共奉的一个叫四广德和尚 当时自焚以后也是一样 留下一个词别心 心不化 还有眼睛跟舌头 舌头要红化 所以眼睛舌头也没化 这是第一个 火化之后 火化之后 他其实在火化之前 还留下一句语言 说以后我转世 第十七世这个可马八法王 你们会一看就知 一看就知 因为他是我的副科版 他说那个人会跟他长得很像 对 就后来找到十七世法王 那十七世法王坐床的时候 大概十几岁 你看 这是第十六世法王的照片 这个就是他年轻时候 对 这个是第十七世法王坐床的时候 哪有可能这是同一个人 两个人 你看 你如果仔细看 真的你比较不出来 到底哪一个是十六世 哪一个是十七世 两个真的像双胞胎一样 这个是同一个人吧 所以说这个十六世法王 他有很强的这种预知能力 黑白的是十六世 彩色的是十七世 很像 长得这么像 你看他们戴这种 所谓这个黑宝罐的时候 黑宝罐是名称组送给 送给这个教派的一顶口罐 所以他们领袖都会戴上 你看这两个几乎一模一样 同一个人 同一个人 我看不出来 原来这是不同的人 OK 那这是他生死 还有他 我们讲说他过往生平的一个神迹 对的一个大神通 我们讲说白沙豚妈祖 当时过佐水溪的时候 也留下一些很经典的神奇照片 就他带领信徒冲过佐水溪的 佐水溪的沙滩上 留下那些信徒们的那个脚印 对这个脚印是浮起来的 我们脚印沙滩要陷下去 他是浮起来的 OK 这个大神通十六世法王也有一次 他当时一九五九逃往西津的时候 很多信徒跟他弟子跟他一起去 他走到一个地方 走到一个当时冬天河水结冰 河水结冰 大家想这么人要不要休息一下 法王说继续前行 他走法王走第一个 走第一个大家跟在后面 发生一件事情 法王露了一手神通给大家看 他在冰河上就冰块上 直接踩踩出一个脚印出来 冰块不是硬的吗 硬的对 你怎么可能陷入一个脚印 如果是薄的你就陷下来 就会破掉了嘛 表示冰结了很厚 人才可以走过去 他在冰块上踏出一个脚印 斜印出来 更神奇的是 这些人在后面看很惊讶 但后来经过夏天 夏天到的时候河水不是解冻吗 解冻河水中通流 脚印就不见了 不见了 但当地人去看 脚印留在哪 留在河床的床底 怎么会这么神奇 还不够神奇 还不够神奇 在第二年冬天 河边又结冰了 这个脚印继续浮上来 又在原地 另外他还走到一个地方 有一个叫万蛇洞的一个地方 跟他地址 当时到万蛇洞 很多条蛇 千万条蛇 直接从那个洞院爬出来 向他们这边冲过来 是 当时地址他们就拿那个石头 拿棍子 准备要对战 要保护这个法王 对 结果这个法王 十六四法王就跟他们讲 没有关系 你们不要动 他们是来朝拜我的 结果你知道 你要度化这些蛇吗 对 所以这个典故叫万蛇朝拜 这些蛇过来的时候 过来到他面前 全部停住 全部停住 有一只蛇王 头还抬起来 点了几下 点了一下 向他致敬 然后退回洞里面 一千万条蛇 整个回到洞里面 连他们都有冯姓 对 所以他的司机里面有很多 包括他还有一次 他在西津的时候 西藏的地址来找他 说我们西藏最近流行一种病 就脸上 小孩子跟大人脸上 会长那个疮 会流龙疮 那个法王跟他讲说 没关系 你就带我一样东西回去 让他们插在脸上 他有药吗 什么东西 尿 他的尿液 用法王的尿 尿液 对 你会吧 尿液 你知道尿液 从西津带回西藏 隔很多天 发臭了 发臭 所以当时小孩子不擦 小孩子闻到他味道都吐 而且不相信这种尿液 可以治病 太脏了吧 结果这些他们说 大人们信养这个法王的 你们先用 大人擦看看 全部都擦好了 所以他有很多 我们觉得尿液又发臭的东西 怎么可以治病 他就是有办法 是 另外还有一个 他抑制功能非常强 当时他在吸筋的时候 他一个司机 一个司机跟他讲 说他想转行 想转行 然后这个法王说 我知道你想干什么 你心里面讲的这件事 你千万不要去做 他什么没说 因为他觉得司机 做司机太辛苦 这个司机想去当小偷 去偷东西 还没说呢 没说 他说你千万不要做 你做这件事 会害了你的性命 结果这个小偷不听 结果真的 辞掉他的司机 又跑进来 跑去神庙里面 去偷神像 后必抓到 抓到你要印度 是宗教信仰很高的地方 送到那个监狱里面 关 进不住苦楚 死掉了 死在意中 这是他第一个议员 第二个 我说他有一支人力是 当时还有他一个朋友 一个弟子 是开直升机的 是 其实 开直升机 对 然后也觉得开直升机 很危险 那就跟法王问说 我想转航 你看怎么样 法王跟他讲 可以三个月以内 赶快离开 三个月一定要走 结果这个司机 这个直升机的驾驶 就跟公司提出辞程 结果公司提出辞程说 人手交接不够 多留一个礼拜吧 结果多留了六天 多留了 第六天 直升机摘下来 法王跟他讲得很清楚 三个月一定要走 要不然你会出事 就像很多人会问我说 这个神通 神机到底真的有没有 我举一张照片给大家看 这个是法谷山创办人 盛岩 盛岩 1998去跟达乃娜妈对谈 对谈之后呢 很多信众在底下听 问出一个很 大家很关心的问题 究竟有没有神通 有没有这种大神通 这种东西 有没有呢 盛岩法师当场回答 非常肯定 神通是有的 只是释迦牟尼的教导 你们要修福慧 修福德跟修智慧 不要太注重神通 那会走火入谋 但表示说神通真的是有的 5期报新闻从2018年开始 连续6年谢谢大家的陪伴 我们已经累计了总计9亿人次的观看数了 非常感谢大家 重磅消息 给大家拜托一下 我们快要突破100万的订阅 我给他唱一下 请大家楼上楼下楼下 call更多人 来帮我们按赞订阅 100万人的幸运儿 会是你吗 请大家一定帮忙来订阅分享 然后我都会看哦 感谢您